大家好,这里是大石头解说,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在公司里发现一个密道 进去后就会成为大明星,从此为所欲为的电影 克雷是一名木偶师 宁巧的手指总是能把木偶表演得出神入化 甚至还能加入自己的喜怒哀乐 但这种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没有了市场 如今的他只是一个穷困潦倒,寓于不得知的物业游民 以生活所迫,他放弃的木偶剧表演 轴上的求职的道路 这天,他见到报纸上的一则招聘广告 真用双手宁巧的人,克雷打算去碰碰运气 来到了公司楼下 走进电梯才知道,公司位于七楼万 就是在七楼和八楼之间 整个楼层非常矮,克雷只能拳着身指往前走 面试官是一个老头 他让克雷把一些资料整理好 克雷凭借着宁巧的双手,三下五出二就搞定了 老头非常满意他这个手术 当即就怒取了克雷 克雷忍不住问道,为什么屋顶这么矮 老头让他去看公司的简介 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整栋大楼的起源 当年,这栋楼的老板来到这座城市 建造了这栋大楼 这天,来了一个身材非常矮小的客人 他认为,老板在建造这栋大楼时 忽略了身材矮小的人的感受 高高的楼城似乎在嘲笑他们 希望能设计一个安全又舒适的地方 听到这些话的老板深受启发 当即表示要去矮小女人为妻 还特意为他建造了七楼板 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约成本 克雷并没有注意电视里在说什么 他一直在偷瞄遮一旁的漂亮妹子 当片子放完后,克雷试图搭讪 可妹子压根就没有理会他 郁闷的克雷下班后回到家 妻子正在摆弄那些兽龙 他是一名动物饲养员 整天蓬头垢面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动物身上 过着行尸肘肉般的生活 克雷对他来说已经可有可无 两人的婚姻早就没有了激情 两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就再也没有共同语言 隔天,克雷去到公司 又开始跟妹子搭讪 可依旧吃了闭门羹 妹子对他态度很是恶劣 说完就走 留下克雷一个人风中凌乱 男人就是这样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越是想方设法的得到 妹子的高冷勾搭讪了克雷心中的占犹豫 在下班的时候 他暂时找到妹子 说只要拆中他的名字 妹子就要陪他吃饭 妹子瞬间来了兴趣 结果克雷只用了一点小伎俩 很快便拆错他的名字 妹子都觉得不可思议 当即同意一起喝酒 在饭桌上 克雷维稳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但妹子并不喜欢这种 唯唯懦懦懦的男人 生性狂野的他 喜欢直接点的男人 得到暗示 克雷终于撕下了自己的面具 马上就说 我喜欢你 想和你深入交流 妹子当即喜笑颜开 所有两人一起看电影 妹子让他说说自己的事情 克雷调整一下情绪 说自己是操作木的木偶师 后面还没说 妹子就直接转身走人 他以为克雷是有什么奇葩的癖好 深受打击的克雷回到家里的工作室 开始制作木偶 做了一个很像妹子的木偶 把妻子的木偶丢在了一旁 他之所以那么喜欢木偶 是因为这样 暂时可以把自己 联想成另一个人 生存在别人体内 然后操纵他的一切 满足心理上的自卑感 他还用木偶制导致言的异常 和妹子的爱情戏码 幻想自己就在那个木偶体内 最终得到了妹子 可这毕竟是自己的异想 现实中的妹子 直接表示对他没兴趣 深受打击的克雷 心不战焉地做着工作 突然一份档案 掉在了柜子后面 克雷把柜子移开 发现了一扇奇怪的门 好奇心驱使他 打开了那扇门 门里面是一个很奇怪的洞 克雷犹豫了一会 还是爬了进去 他越爬越远 突然 一股强大的吸力 把他吸入了另一端 画面出现克雷的第一视角 他居然到了 约翰·马尔科维奇的身体里 金钱迷你双丰收 克雷用他的眼睛看着周围 用他的身体感受着这个世界 15分钟后 克雷被那股神秘的力量 给抛了出来 他从电而降 掉落到了一处郊外 这是神秘的体验 让克雷兴奋不已 他马上回到公司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妹子 感叹他的神奇之处 可妹子只是当他是神经病 不可知否的就走了 克雷暂时风中凌乱 回到家的克雷 马上就接到了妹子的电话 妹子确定 确有此事后 就提议可以卖票赚钱 让别人体验 马尔科维奇身体15分钟游 挂断电话后的克雷 又跟妻子说了这件事 妻子很有兴趣 表示马上就想试一试 克雷当即就把妻子 带到了公司 看着空洞洞的生动 妻子很恐惧 但还是钻得进去 果然上了马尔科维奇的身 感受着 作为一个男人的快乐 15分钟很快结束 妻子同样从郊外出来 克雷已经等待着他 这次体验让妻子 立马上瘾 还在回味当时的感受 表示还想进去 这天 两口只受老头的邀请 在他家里做客 期间 妻子去洗手间的时候 在墙上看到了很多照片 照片上都是马尔科维奇 有童年的 青年的 中年的 妻子很惊讶 心想 这个老头一定和马尔科维奇 有什么关系 背后可能有什么 不为人质的大秘密 第二天 克雷正和妹子商量 怎么利用这个赚钱的具体事宜 妻子突然找了过来 他自从进入到 马尔科维奇的身体后 就无法自拔 郑重其者对克雷说 这里想变性 克雷以为他疯了 但一旁的妹子却支持他 让他再去体验一次 如果感觉还是那么的美好 再讨论变性的事情 妻子很感激 这个善解人意的妹子 说着就让克雷 再带他进去一次 当妻子和克雷离开后 妹子马上开始查询 马尔科维奇的电话号码 这边 妻子已经进入到了 马尔科维奇的体内 正坐在沙发上看书 这时电话响了 是妹子打过来的 要约他共进晚餐 还说了吃饭的餐厅和时间 可马尔科维奇并没有兴趣 随即挂断了电话 此时他的脑海中 一直有一个声音说着 去见他 去见他 他本来不想去的 但一股神秘的力量召唤着他 他陷入了纠结 然后静下了见面的餐厅地址 画面一转 马尔科维奇如妻而至 妻子再次进入他的身体 在他的视野里 见到妹子出现 妻子用马尔科维奇的外表 跟妹子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晚餐 饭后妻子发现自己爱上的妹子 他对克雷说 既然妹子是你的合伙人 那就邀请过来一起吃晚饭 克雷并没有意识到什么 第二天晚上就把妹子约了过来 闪了有一句没一句的聊遮 突然 克雷和妻子同时起身倾向了妹子 妹子惊得大叫 当即表示对克雷没兴趣 让他死了这条心 接着对妻子说 当你在马尔科维奇体内时 会使我深深地着迷 他喜欢的是在马尔科维奇体内的妻子 妻子一幅诺有所思的表情 克雷都快要崩溃了 这都是什么鬼 我要炮的人被妻子给炮了 第二天 正在上班的妹子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妻子说很想他 让他再约马尔科维奇 自己则进入他的身体内 并约定好了时间 晚上八点 妹子准时敲响了马尔科维奇的门 其实已经在他的身体里 在有限的15分钟里 他们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 从身体出来后 妻子一幅满足的表情 可刚回到家就被克雷用枪指着 他知道妻子有个妹子见面了 面对横刀夺爱的情敌 克雷毫不手软 他拿枪威胁妻子 再把妹子约出来 并说好了时间和地点 然后把妻子像牲口一样 关进了寿楼里 之后 克雷上了马尔科维奇的身体 跟妹子开始了约会 然后两人一起回家 妹子以为是妻子 两人又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15分钟后 马尔科维奇感到很不最近 有个鬼东西 强迫自己说奇怪的话 做奇怪的动作 为了弄清真相 马尔科维奇伪装成快递 跟妹子来到了七楼半 看到这里排了很长的队 他好奇地上前询问 其中一个人回答他说 你可以坐15分钟的马尔科维奇 此时的马尔科维奇 心中不止一万只什么马在奔腾 他气愤地找到克雷 刚要发飙 克雷急忙解释 这是模拟实验 给客人去体验 马尔科维奇的真实生活 马尔科维奇也来了兴趣 说着要进去体验一番 一股吸力同样把他吸了进去 餐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他在自己的身体里 看到的所有人都是自己 产品里的服务生 菜单上的名字 这里的宾客 只要他能见到的所有人 全部都是马尔科维奇 他终于受不了了 从窗户跳了下去 然后跌落到了现实 克雷已经等着他们 马尔科维奇冲着克雷叫着 让他赶紧封锁这个入口 否则就法庭见 可克雷已经完全轴火入魔 他喜欢和妹子在一起的感觉 回到家后 他再次让农子里的妻子 给妹子打电话 并约好了见面时间 虽然妻子不想把自己的爱人拱手相让 但此时无可赖何 在克雷走后 妻子的宠物猩猩突然成精 解开了妻子身上的绳索 妻子高兴地抱住了猩猩 然后立马给妹子打去电话 并告诉了妹子事实 妹子当即吓一跳 但马上就能静下来 在这几次的接触中 他已经察觉到 克雷已经很好地驾驭了 马尔科维奇的身体 他虽然喜欢妻子 但他更喜欢权力和欲望 如果克雷可以控制马尔科维奇 而自己又能控制克雷 那以后的日子可以说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说着他挂断了妻子的电话 前往地点和克雷约会去了 失去的挚爱的妻子很是懦记 他突然想起来 曾经在老头家里 见到过马尔科维奇的照片 于是坐车来到了老头的家里 好心的老头让他洗了个照 还倒了一杯热咖啡给他 妻子凭借了一下心情 把事情的整个经过都说给了老头听 说自己身陷其中难以治吧 老头见妻子这么诚恳可爱 于是给他说了真相 原来他并不是这个老头的真实身份 他早就知道了那个通道 靠着一次又一次的寄居在别人体内 一直活到了现在 只要能找到下一个寄居的身体 他还可以继续活下去 马尔科维奇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必须在他44岁生日前进去 否则就会进入到婴儿体内 像囚犯一样被关在他脑子里 永远从别人的眼里看世界 说着还把妻子带给自己的朋友认识 他们都是脑人 靠着寄居别人的身体一直活着 脑头说 大家都很喜欢妻子 他们决定在马尔科维奇的体内 给他留个位置 另一边 妹子和克雷玩事后 克雷突然想到 可以用马尔科维奇的名声 来创造属于他的木偶事业 妹子一听觉得计划可行 随后两人就找到了经纪人 让他安排自己的木偶事业 经纪人当即就同意了 八个月后 克雷寄居的马尔科维奇已经成为家喻呼啸的木偶师 而妹子就成为了他的妻子 成了他的精神之主 妻子也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个纪录片 看到这里格外激动 这边的克雷今晚刚好有一个演出 他让妹子在家里等着 等演出一结束后 就回来过自己的44岁生日 此时的妹子已经怀孕 演出结束后 克雷回到家却发现妹子不见了 家里一片囊急 就是电话响起 是老头打来的 他绑架了妹子 让他离开马尔科维奇的身体 否则就会杀了妹子 克雷很纠结 詹埃琴和事业面前 他面临了艰难的抉择 老头这边 妻子见到一旁的妹子 气不打一出来 突然掏出了枪 说我要是得不到你 别人都不能得到你 老头急忙阻止 说妹子怀着马尔科维奇的孩子 那是他们的下一个通道 但妻子已经追着妹子 进入了马尔科维奇的那条通道 他们一个跑一个追 见证了马尔科维奇的童年到中年 只有两人一起跌落在一个雨夜里 妻子叫喊道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 妹子说 我也爱你 我以我的方式在爱着你 妹子强调 肚子里的孩子其实是妻子的 当时妻子上了马尔科维奇的身后 妹子就怀上了孩子 妹子之所以留着这个孩子 是因为她知道 妻子是孩子的爸爸 妻子难以置信地听着 心想 这是什么奇怪的设定 这边 克雷经过艰难的抉择 最终选择了妹子 她打电话通知老头 说自己已经离开了 马尔科维奇的身体 让老头不要伤害妹子 老头立马通知所有人 准备行动 克雷就这样在家外 滴落出来 老人们已经准备爬进去 老头见妻子还没过来 随即看看表 还是没等她 接着爬了进去 这边 马尔科维奇正在庆祝 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 突然身体抖了抖 史诗的她 已经不是马尔科维奇 老人们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 这边 妹子和妻子刚要离开 出来后的克雷就追了上来 她说自己问了妹子 宁愿不做马尔科维奇 为她放弃了所有 希望妹子会到自己身边 可妹子只说了一句 滚开 就跟妻子一起坐计程车离开了 悲愤的克雷在车后叫喊着 我要重回马尔科维奇的身体 把老头踢出来 这样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时间来到七年后 妻子和妹子带着七岁的小罗尼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另一个视角 小罗尼正在看着他们 现在这个小罗尼正是克雷 她因为错过了 进入马尔科维奇身体的时间 已经进入了小罗尼的身体 永远地活在了她的世界里 深入前出的隐喻 只在暗示人们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 都像傀儡一般 被欲望所左右 所主宰 只有清心寡欲 才能主宰自己的灵魂 才能生活得更自由 更洒脱 灵魂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大舌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